老妈,双宁,助我 祖龙,袁凤和史其林三大血脉之力同时开启 萧星宇携手上官兰和叶双宁 围绕地心亥珠布下三脉逆天大阵 接下来的契约步骤水到渠成 地心亥珠毫无反抗之力 沦为萧星宇的座下兽奴 他粗壮的脖梗上缠绕着血色枷锁 血色枷锁周围激荡着龙鹰凤鸣与麒麟怒吼的声浪 血气缔结成功 地心亥珠沉浮在萧星宇的面前,眼里满是恐惧 其实他最惧怕的不是萧星宇 而是往他屁股上射了一件的慕容猩猩 鬼轮的力量已经超越了地球文明的承载力 如今慕容猩猩的实力 无法用地球上的战力体系标准来评价了 鬼轮一开 谁也扛不住一只命中率100%的星暴剑 契约地心亥珠后 萧星宇按照以往的策略 准备将这只地支兽星融入自己麾下的其他玉兽体内 只有这样才能完全操控兽星 同时也能创造全新的中烟六兽队伍 玉兽文章开启 萧星宇召唤尼普 小豆包 接下来你要承受一些痛苦 坚持过去 你会变得更强 玉兽 来吧 尼普关键时刻从来不怕事 即使知道融合兽星有很大的风险 也没有皱一下眉头 其实平时看似大大咧咧 总是想着吃豆沙包自助餐的尼普 胸腔里也有一颗渴望变强的野心 只有变强 才能帮到玉兽 这就是尼普的心声 想要站在萧星宇的身边 陪伴萧星宇一起征战更高的舞台 麦印术士开启 萧星宇的手上浮现金色的脉络纹路 上官兰看到这一幕 眼底闪过一抹金芒 前不久的中秋月圆之夜 萧烈焰刚给上官兰教了底 上官兰已经知道了麦祖的存在 也知道麦印术士的力量 在萧星宇使用麦印的这一刻 上官兰眼里流露出深深的欣慰 萧星宇或许会一直坐在中烟龙王的王位上 但不论时代如何更迭 岁月怎样变迁 萧星宇永远都是蓝艳夫妇的孩子 这个少年体内流淌的鲜血 永远无法更改 玉珠 我的身体快要撕裂了 小豆包 再坚持一下 尼普痛苦到面容扭曲 周围的空气产生蜘蛛之网一样的裂缝 溃烂的肌肤里血肉如动 融合兽性 本来就要遭受一番折磨 不死也要退层皮 周末剁光女神弗雷亚 在融合光之兽性 怒光巨猿时候 三千风雷 剑齐灵 他能被萧星宇尊称一声雷歌 也足以证明 他的精神意志是多么强大 融合气之神性 风阴雪雕的时候 雷歌足足昏迷了八次 最后还是撑了过来 青州已过万重山 此时 尼普也在承受同样的痛苦 全身都在颤抖 玉珠 好了没有 我真的快不行了 心脏都要裂开了 临死之前 我想吃豆 杀 包 人活一张脸 树活一张皮 尼普活着 只为一口豆沙包 一只夹了蜂蜜的豆沙包 划过优美的抛物线 落入尼普 哇哇乱叫的嘴里 这是来自女主人 慕容惺惺的头位 就是这一只豆沙包 让尼普 撑过了最关键的时刻 轰隆 大地隆起 泥浆翻滚 土石崩塌 一股恐怖的力量 在爆炸中心迸发 浓郁的魔气 化作一阵阵暗红色的涟漪 驱散浑浊的陈雾 猛兽的嘶吼 犹如地狱里敲响的鸣钟 震天动地 一道脑袋顶破乌云的黑影 映入大家的眼帘 这是完美融合了地之兽性 地心骇珠的尼普 全称是 痴魔帝王兽 尼普 融合了大地之力 尼普的防御属性 瞬间拉满 他的肌肤 就像坚固的山石 散发着有黑的寒光 胸口 后背 四肢等部位 覆盖着魔气 凝聚而成的战甲 使其威风凛凛 霸气残暴 令人望而生畏 他的手里 拎着两把巨斧 都是由地心世界里 成千上万种地心矿石 融合打造而成 玉珠 我的身体 小豆包 从现在开始 你可以和我一起战斗啊 嗯嗯 漆黑的夜空 就像被突然拉开的窗帘 耀眼的曙光 照耀万物 萧星宇驯服了地之兽性 意味着 七夜圣战的第四夜 就此结束 但这场波及全球的战斗 还差最后的收尾 神虚界 以及神器界的上空 依旧盘旋着数不清的虚手 他们发疯一般 朝着地面 投掷病毒炸弹 用各自的力量 想要摧毁这颗星 球上的所有物种 援军到了 他好了 我们有救了 尼普挥舞巨斧 地之兽性 与魔旗波动 合二为一 力拔山西气盖世 一斧 劈开万里空 弗磊牙甩出无毒圣剑 身边浮现八卫舵 天使的的残影 他摘下眼罩 双眸释放剁光射线 烧穿一片片虚窝 雷格二话不说 兽体踩踏剑气降云 身躯抖擞 伴随一声 震怒的咆哮 浑身鳞片 同时脱落 化作万千剑刃 搭乘狂风雷霆 摧毁一座座虚兽浪潮 三兽的出现 将地面战场的敌人 一扫而光 天空之上 突然浮现一只 极其庞大的虚窝 虚窝里 探出丑陋的触角 里面显然不止 一只神圣级的虚兽 阿妩 狼引线 火莲爆 一朵将整个世界 烧红烧透的火莲 直冲天际 爆炸的瞬间 将巨型虚窝吞噬殆尽 在世人惊恶的注视下 山巒之上 一只浑身浴火的巨狼 仰天长啸 嘴角倾着滚滚黑烟一样的蒸汽 这是同时拥有 火之神性与火之兽性的 天狼煞星 碎祭 如今的黑风 已经成长到极其恐怖的境地 张口就喷火怒神莲 秒杀神圣级的虚兽 就如同碾死蝼蚁 一般简单 嗖 破风声越来越大 一道挺拔的身影 扶摇升天 萧星宇脚踩中烟之火 身上的龙铃上下起伏 与每一次滚烫的呼吸同平 龙星同亮起沙伐之光 中烟之力 自体内深处涌动 这一战 你们输了 萧星宇抬起右手 只见问天 龙族之王的霸气 如同环宇星河一样清闲 中烟之卧 黎明的光 照亮苍茫的天空 当萧星宇抬起手指 中烟之火 从四面八方凝聚而来 化作一只巨大的龙爪 龙爪的面积 足以支配苍穹 龙王的威严 镇压一切邪碎 当龙爪完全成形 龙铃的纹理 黑金交错 宽厚的龙之掌心 如同液态黄金浇筑而成 蕴含着创造一切的力量 容不得一丝黑暗的靠近与亵渎 锋利的钩爪指尖 自然捏成杀戮狂野的弧度 展露出药叶一般的漆黑 欲要撕裂时空 击碎行尘 随着龙爪微微弯曲 恐怖的引力辐射天地 神虚界 神气界 以及北极寒域和南极之地 全球范围内的虚寿 全部遭受中烟引力的拉扯和拖拽 它们庞大的身躯 不受控制地朝着龙爪的方向飞去 就连一座座不动如山的虚窝 也被中烟引力当成狗溜 以扭曲的轨迹 逼近龙爪的边缘 世人抬头望天 在震撼中见证了历史 全球的虚寿和虚窝 全部卷入龙爪的掌心 凝聚成一颗不规则的黑球 萧星宇睁开龙心铜 积蓄已久的中烟之力 瞬间释放 龙爪猛烈收缩 将黑球无情捏爆 中烟之卧 威力难以言喻 萧星宇捏爆了全球的虚寿 但这只能证明 中烟之卧的恐怖之处 却无法证实 中烟之卧的威力极限 这一卧 捏死的虚寿数量 堪比万千以学里的 蝼蚁家族 从观感上看 萧星宇捏死虚寿 比普通人捏死蝼蚁 还要简单 中烟龙王 就是这颗星球上的 战力天花板 所有的秩序和法则 始于中烟 终于中烟 全球的虚寿一扫而空 晴朗的天空 没有一丝阴霾 七夜圣战的第四夜 正式收尾 萧星宇盯着自己的掌心 感到难以置信 我的体能 从未如此充沛过 难道是 萧星宇恍然大悟 沉睡法神木托 死得很直 死前竟然阴差阳错 帮了萧星宇 深度的沉睡 能让萧星宇 恢复充沛的体能 萧星宇被上官 浅调配的香气唤醒后 对于中烟之力的开发 和使用更加娴熟 战斗意志也更加澎湃 深度沉睡 对于萧星宇来说 是一件好事 萧星宇嘴角上扬 不经意间 又多了一张底牌 这张底牌 需要打出的时候 还需要上官前的配合 四大执法神陨落 这对于司法神廷来说 是一种莫大的耻辱 同时也让司法神廷的掌控者 感到恐慌和惧怕 司法神廷 这是一座悬浮在 特殊时空内的意识亭 彩色的光雾之中 矗立着一座 类似巨石阵的祭坛 每一根石柱的上方 都坐着一道 不可名状的旁硕身影 他们任何一位的身姿 都比星球还要庞大 散发着造物主般的威严 最高的一根石柱上 坐着司法神廷的亭长 司法神王 达克塞斯 其他石柱上 坐的都是司法神廷的 元老级干部 总共七位 统称为司法神将 神王 第四页结束了 很遗憾 我们又败了 我们派出的四位执法神 全部陨落 这位中阴龙王 真是前所未有的男对付 七位司法神将 争相议论 位居高位的达克塞斯 发出沧桑而又阴冷的声音 根据传来的消息 上面那位已经很生气了 各位 留给我们的机会不多了 七夜圣战 还剩下三夜 既然萧星宇那么难杀 我们就用整整三夜 来做一个完整的局 达克塞斯说完 七位司法神将 又陷入了一阵热议 热议过后 其中一位提出问题 神王 用三夜来做局 对我们来说 就是一次性的赌博 如果我们赌输了 岂不是 达克塞斯沉默了许久 开口道 普通的手段杀不了他 我们只能赌了 赌第七夜 第七夜一定杀了他 高高在上 虚无缥缈 以上帝的姿态 监管地球的司法神庭 也不过是一个走狗机构罢了 达克塞斯 在那位大人物面前 只配俯首称臣 他唯一的任务 就是把中焉龙王 限制在地球范围之内 战斗结束了 整个世界恢复平静 世人在欢呼和哭泣中庆祝 同时用崇拜和敬仰的目光 望着消心雨的身影 如果救世主 是一个具象化的存在 那么消心雨 就是这颗星球的救世主 高空之上 消心雨的龙心铜 穿透大气云雾 犀利的视线 射向浩瀚的宇宙 到底是谁 非要困我 到底是谁 暗中拒我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绕不开幕后真凶 在这漫无边际的宇宙里 有人因为畏惧中焉龙王 而设计困住中焉龙王 黄昏秋夜 浊雨如酒 龙国皇城 夜兰殿的后花园 我这些年的心血 总算是回来了 消心雨征服地之兽性 地心害珠之后 地球上平白无故消失的资源 全部物归原主 后花园里 短暂的荒漠 恢复了长久的花海 这些都是上官兰 亲自栽培的阴阴艳艳 在连绵的雨幕里 争起斗艳 怒放盛开 老妈 老爸上次和你见面后 就消失了 儿子 别提这事 提我就来气 儿子撑伞 母亲怄气 那次中秋节 燕兰夫妇 度过了银迷荒唐的一夜春宵 虽然萧烈燕跟上官兰交了心 还透露了莫足的一些信息 可是当上官兰醒来的时候 萧烈燕又不见了 作为一个妻子 丈夫总是玩消失 上官兰心里多少有些怨言 你爹那人 就是这种性格 消失之前 连招呼都不打 罢了罢了 我自己选择的男人 哭着也要维系这段婚姻 就当是为了孩子吧 萧兴雨笑着调侃 妈 你要真想离婚 不用考虑我的感受 离 你这臭小子 没大没小 有这么调侃自己老妈的吗 上官兰抬起手 只肩舍不得用力 给萧兴雨的脑门 来了一个爱的戳戳 妈 接下来还有三场战斗 相信我 我会创造一个 所有人都不留遗憾的未来 萧兴雨突然深沉 上官兰不由愣住 旋即微笑 她伸出手 摸了摸萧兴雨的头 温柔道 我一直都相信你 不是吗 我的黑植大人 女帝大人 您所言即是 萧兴雨也笑了 从她是黑植的时候 她就相信她了 哪怕那时候 母子勤奋被逆拎剑斩断 她还是相信着她 中烟龙王纪 七夜圣战 前四夜已经结束 萧兴雨与司法神庭之间的 互相试探 也到此为止 哪怕萧兴雨此刻并不知道 司法神庭究竟是怎样一个组织 但她心里清楚一件事 剩下的三夜 战斗 会变得更加激烈 第四夜 他们敢亲自入局 那么第五夜 应该就到了面对面的时候了 日出清晨 双路为伴 萧兴雨来到叶国的遗迹禁地 盗灌山海 海神祭坛 祭坛中央的窟窿 一朵血肉之花 含苞待放 萧兴雨站在这朵花的面前 莲陪伴在她的身边 莲 你靠后 我准备唤醒她了 萧兴雨的脑海里 有着萧灵萧和叶清晨的记忆 所以她知道 原始的中烟六寿 分别是什么 水之寿性 曼陀昆经 这是一头能够在天地之间 纵横遨游的海寿 形态类似于昆河经的结合 她的性格在原始中烟六寿之中 最为温顺 兴雨 会不会有危险 危险肯定是有的 毕竟 他们不会袖手旁观的 萧兴雨露出自信的笑容 她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莲站在一旁 浑身紧绷 手中握紧蔚蓝之笔 当萧兴雨的手掌 触碰那朵血肉之花 中烟之力 顺着手腕传导 注入花蕊 花开了 莲惊呼 这朵血肉之花 从含苞待放到激情绽放 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 看起来神秘而又奥妙 咔嚓 海神祭坛的地板 骤然撕裂 随之坍塌 萧兴雨和连 一起坠入地底废墟 等到视线恢复 眼前铺开一幅 光怪陆离的画卷 蔚蓝的深海里 一头昆驱沙尾的巨兽 在水浪中翻滚 她的周围 鱼虾成群 所有的海兽 跟随她的尾棋 摇摆遨游 宽厚如岛的背脊上 一朵血肉之花盛开 闪烁着妖艳的红光 曼陀昆金 原始中烟六寿之一 象征着水之寿性 萧兴雨的中烟之力 成功将其唤醒 大海深处 她发出一阵阵孤寂的音波 诉说着这些年 沉睡里做过的梦 定 恭喜宿主 成功唤醒曼陀昆金 获得任务奖励 寒水池 加逆水拆 奖励已发放 请宿主查收 萧兴雨一年一闪 打开系统仓库 果断提取奖励 莲 蹲下 啊 蹲下 星雨 你这 你不是有妻子了吗 别问 蹲下 莲真的误会了 难得小脸 憋得通红 她只能按照 萧兴雨的吩咐 缓缓蹲下 就在莲不知所措的时候 她感觉萧兴雨 往她浓密的金色绣发里 插了一样东西 这是一枚发簪宝钗 泛着金蓝色的光韵 上面刻着溺水二字 她的表面 流淌着水流波纹 与周围的海流方向 竟然相反 果然诠释了溺水二字 星雨 这是什么 对你有用处 好吧 我还以为 连眉脸往下说了 耳根还在发烫战红 毕竟一个男人 对一个女人说蹲下 确实容易引起误会 兽毕竟是兽 曼陀昆金刚苏醒的时候 还算温顺 等到意识完全觉醒 她的双目瞬间血红 狂暴的海流变成血色 她疯狂摇晃自己的身躯 全球洪水爆发 天空刮起血雨腥风 清晨秒变黑夜 意味着七夜圣战的 第五夜降临了 全球范围内 大陆面积 以几何倍数递减 所有的岛屿 都被血色的海啸残忍吞噬 上官蓝和夜双宁 及时赶到 夜双宁召唤燃血凤黄王 同时开启原凤神术 星雨 要开三脉逆天大阵吗 上官蓝也召唤了 天眼使麒麟 使麒麟纹身覆盖手臂 以及性感的眉腿 萧星雨沉默了 她的龙心桶 似乎看到了什么 妈 这一局需要小雅 你要相信她 雅 金圣雅还在赶来的路上 她的眼神十分坚定 因为昨夜萧星雨和她谈过了 今天的局 需要金圣雅站出来扛大旗 骤然间 天空大震 漆黑的夜幕里 亮起一盏明灯 这盏灯的周围 弥漫出无尽的灰色浓雾 浓雾笼罩天地 几乎将整颗星球淹没 所有人的视线受到影响 能见度不足一米 哪怕连就站在萧星雨的身边 当龙雾来袭 她竟然找不到萧星雨的影子了 不知过了多久 龙雾就像融化的雪 渗入地缝 消失不见 儿子 上官蓝大声喊着 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夜双宁颤抖的手 拉住上官蓝的手腕 蓝仪 上官蓝产生一种不好的预感 因为夜双宁的声音 比她冰凉的手还要抖 我好像 感受不到星雨的存在了 缝后的感应 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夜双宁的神识 无法感知到萧星雨 意味着萧星雨 已经离开了地球 就在刚才的那场浓雾里 萧星雨被一只巨手强行掳走 龙星铜再次睁开 萧星雨置身于浓稠的大雾里 雾的颜色有些灰暗 但其中也有一些星辰流光 就像萤火虫一样 飞舞游夜 萧星雨可以确定 这里不是地球 因为周围的浓雾里 不含一丝氧气 没有氧气 萧星雨依旧能够保持淡定 这就是龙族最神秘的地方 这个物种的生理机制 并不依赖地球文明 龙族血脉 即使进入太空深处 一样能够生存 既然选择出手了 那就别藏着掖着了 出来吧 萧星雨淡定自若 现在的局面 在她的意料之中 第五夜了 他们也该以真面目出现了 脱离地球之外的时空 冰冷的寒气 包裹着无尽的大雾 萧星雨感觉脚下 踩踏着搁之作响的东西 虽然视力模糊不清 但仅凭脚感 也能知道周围遍地都是残破的尸骨 这是一片困死过无数生灵的领域之力 一切被拉入这里的强者 不论如何挣扎 终究淹没在埋色的虚无里 茫茫大雾 只有一抹光亮 凌驾在萧星雨的头顶上方 它就像一盏灯 却不能为迷失者指明出路 它极具迷惑性 即使萧星雨开启龙心铜 在直视它的时候 也会产生迷离的眩晕 大雾继续扩散 笼罩萧星雨身上的每一枚龙铃 一道苍老古运的声音 不知从何处传来 钻进萧星雨的耳朵 萧星雨 纵使你是 我见过最特殊的中年龙王 但接下来 你的故事也该结束了 面对虚无的敌人 萧星雨的龙心铜 竟然无法锁敌 对此 萧星雨丝毫不慌 未知的东西 对这个男人 根本造不成任何恐惧 既然你将我拖入你的领域 是不是也该拿出 你们真实的身份面对我了 一阵沉默过后 虚空里传来对方的回应 司法神庭 提灯苦主 阿弥修 这是司法神庭的七大神将之一 就是他的手 将萧星雨 托入这座充斥着浓雾 浓雾深处 只有一盏提灯 亮着光芒的地外领域 你的实力 比之前那四个小丑强很多 至于你口中的司法神庭 应该是操控地球文明的组织 告诉我 你们为什么针对中烟龙王 阿弥修的声音深沉而孤了 中烟龙王的王位 需要听话的人来做 萧星雨 我们给过你机会 既然你不珍惜 我们只好 把你从王位上拖下来 萧星雨歪头挑眉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你们 到底为什么针对中烟龙王 龙王不悦 中烟之力疯狂激荡 中烟之火焚烧大雾 但这场大雾是烧不尽的 即使萧星雨正在与阿弥修对话 也还是无法锁定阿弥修的具体位置 提灯苦主 阿弥修 他最擅长的 不是战斗 不是进攻 而是困兽 看似明亮的提灯 其实根本照不清大物 萧星雨被困其中 虽然没有生命危险 但却一直在浪费时间 心脏突如其来的剧痛 让萧星雨发出一声闷坑 滴答 鲜血沿着嘴唇滑落 在没有遭受任何攻击的情况下 萧星雨脸色苍白 甚至吐血 出现这样的情形 原因只有一个 叶双宁 喂 看来你们的策略很清晰 这第五叶 要对我的分后下手了 萧星雨保持气定神弦的姿态 手背擦掉唇角的鲜血 阿弥修的声音再次响起 萧星雨 看来你也有愚钝的时候 从你和凤后 彼此契约 对方的兽性开始 你就该清晰意识到 凤后 就是你最大的软肋 阿弥修陈述的 是不争的事实 彼此契约 对方的兽性 确实让萧星雨和叶双宁 都从那一战活了下来 但从那之后 两人的命就绑在了一起 两人之间不论谁死 另一个都活不了 第五页 司法神庭的策略 就是针对凤后 叶双宁 阿弥修负责的任务 就是困住萧星雨 不给萧星雨 保护叶双宁的机会 萧星雨 你永远都不可能 打穿七页圣战 即使你比上一代 中烟龙王更强 你也一样有着致命的软肋 就在这场大雾里 摘下你的王冠吧 阿弥修说完后 萧星雨的状态 变得更虚弱了 他头顶上的王冠晕云 冰临熄灭 地球 神须见 叶国一计 这里的大雾退散后 叶双宁浑身冰冷 脸上写满焦急和担忧 视线里 看不到萧星雨的身影 神识之内 也感知不到萧星雨的存在 龙王消失 这对于凤后来说 是一种巨大的恐惧 叶双宁从未经历过 这样的危局 他的眼里 抖动着明显的慌乱 然而眼下的局势 根本不给叶双宁思考的时间 须余间 一道残影掠过 叶双宁原地消失 宁丫头 上官兰的反应 已经很快了 但他也紧紧触碰到了 叶双宁的衣角 叶双宁消失后 这颗星球 彻底失去了最大的庇护 龙王与凤后都不在的事件 将会是虚寿统治的舞台 南极之地 涌动到 不朽天神 墨宇丝的雕像 产生一道道裂纹 血光弥漫 笼罩全球 万里冰川洞土 轰然崩裂开 破碎的冰层里涌出乌泱泱的虚寿 漫天虚窝 旋转动荡 将叶木压低 越要碾碎本就满目创意的大地 如果萧欣宇或者叶双宁在 略微出手 就能解决这种级别的天灾 奈何这个世界在同一时间 失去了龙王和凤后 这颗浸泡在战火与血泊中的星球 似乎沦为被神明抛弃的废墟 当叶双宁再次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泡在漆黑的池水里 池水漫过腰线 水位还在持续上升 叶双宁下意识想要催动灵力 但体内的灵力池 却如同一潭死水 没有一点动静 怎么会这样 我的玉兽文章 叶双宁的玉兽文章 沾染了黑色的池水 便失去了光泽 就连灵魂内的所有血气 也都失去了反应 一道缥缈破碎的声音 从头顶传来 凤后 别白费力气了 谁 叶双宁抬起沉重的眼皮 冲写的视线镜头 似乎能够捕捉到 一道扭曲的虚影 这是来自司法神厅的 七大神将之一 黑池优主 米加迪 虚影的体态 难以用语言描述 叶双宁的视线很模糊 无法确定 自己与这道虚影的距离 但他能够感受到 前所未有的压迫感 不要妄想召唤 中烟龙王的兽性 从你坠入这座池水的那一刻 注定你不再是预售师了 叶双宁起初 并不明白米加迪的意思 直到池水咕噜噜冒泡 一句肉身躯窍浮出水面 这是 叶双宁看到了 自己的肉身躯窍 他这才意识到 自己的灵魂和肉体 被某种力量剥离了 预售师想要召唤预兽 需要灵魂提供灵力 通过肉体上 捐刻的预售文章 作为召唤出发点 简单说 这个过程 需要肉身与灵魂的配合 此刻的叶双宁 灵魂与肉身 已经互相剥离 导致无法召唤任何御兽 其中自然也包括 叶双宁的底牌 中烟龙王的兽性 此时此刻 龙王与凤后 都遭受了重大危机 没有他们守护的地球 也在遭受毁灭性的战争 神虚剑 叶国一记崩塌后 充斥着沙法 与罪恶的血海 吞噬天地 几乎所有的大陆 都沉没在血海深处 弱小的种族 在沉沦的同时 走向毁灭 这场来自水之兽性的天灾 就是七夜圣战 第五夜的开始 没有消心雨和夜双宁 没有人能够压制 陷入封边的曼陀昆沙 上官兰坠入海底 周围浓稠的血水 让他感到窒息 一股温润的寒意袭来 上官兰感觉身体周围 凝结黑色的冰灶 呀 上官兰的视线恢复后 看到了身边的人 金圣雅催动灵力 开启力量共享 释放封禁暗兵 在海底世界 创造了一颗 可以让人正常呼吸的 黑色冰球 冰球之外 海流疯狂涌动 依稀可以看到 一只庞大的虚影 剧烈扭动着鲨鱼的尾鳍 张开深渊巨口 欲要吞噬一切生灵 蓝 星雨呢 我不知道 上官兰神色落寞 他不知道 萧星雨和夜双宁 究竟是如何消失的 但他谋底依旧流淌着 沉稳冷静的寒光 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儿子 金圣雅也同样冷静 现在发生的一切 都在萧星雨的意料之中 至于破局的办法 萧星雨也提前告知他了 蓝 我有办法压制这头怪物 但需要连的帮助 连 他在那 上官蓝和金圣雅的视线 同时落在 曼陀昆沙的背脊上 他的背脊 绽放着一朵血肉之花 此时连 就被困在花蕊之中 身体不论如何挣扎 都无法逃脱 双腿只会越陷越深 兽性吞噬神性 这是七夜圣战的 常规流程 前四夜 是因为萧星雨的干涉和操作 才打破了这个流程 如今 萧星雨被提灯苦主 厄弥修拉托地球之外 没有人能够阻止水之兽性 曼陀昆沙 吞噬水之神性 连 连的意识逐渐溃散 兽性本就是克制神性的产物 他的肉身 已经与血肉之花生长在一起 不分彼此 接下来 这朵血肉之花 就会吞噬他的灵魂 来 助我 嗯 这是上官蓝第一次 为金圣雅打掩护 顶着巨大的压力硬上 毕竟 没有萧星雨在 上官蓝一个人 用不出龙王记之力 其他掌控着神性的大地 都在与南极涌动倒涌来的虚兽战斗 努力庇护着各自的国家 伤痕累累也不敢倒下 血水与血海融为一体 阴霾龙丝的浓雾里 萧星雨犹如困兽 四面八方 只有无尽的雾 看不到镜头 分不清方向 头顶上方 始终悬浮着一盏明灯 就像是恶魔的眼睛 是牵着一切坠入这里的生物 萧星雨擦掉唇角的鲜血 身体各处传来的不适和阵痛 意味着夜双宁 正在遭受死亡危险 即便如此 萧星雨依旧面不改色 龙星桶里 倒映着狐狸一样狡猾的光辉 萧星雨 你保护不了你的分厚 最终 你还是和他一样 你们的结局 都是跌下王位 阿弥修已说风凉话的语气 试图刺激萧星雨的灵魂和神经 每一个被中烟龙王选中的人 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情感 就是最大的软肋 身处王位 如果连自己的凤后都保护不了 道昕必然破碎 这个局 就是针对萧星雨的道昕 司法神庭双管齐下 一边困住萧星雨 一边杀掉凤后 甚至毁灭地球上所有的生命 包括萧星雨的母亲 妻子 以及所有的朋友 只要司法神庭做到这些 以萧星雨的性格 必然精神崩溃 无需过多介入 萧星雨自己就会走向堕落 跌下王位 杀人诛心 大抵就是如此 阿弥修渐渐变成一个画牢 语速越来越快 就是为了持续刺激萧星雨 心头最敏感的神经 他所有的话术 都是围绕你 根本保护不了你的凤后而展开 就在阿弥修认为快要得逞的时候 萧星雨却抬起头 露出一抹嗜血的邪笑 我保护不了凤后 看来 你们还是不够了解我 我萧星雨想要守护的东西 没人能动 萧星雨的右手手背上 御寿文章亮起圣洁的白芒 与此同时 漆黑的池水之中 叶双宁的灵魂和肉身 惨遭剥离 面对黑池幽主的施压 毫无反抗之力 凤后 如果你没有遗言 那我便送你下地狱了 别担心 以我细腻的手法 不会让你感到疼痛 还有 用不了多久 龙王会与你团聚的 池水里 伸出一只粘稠的大手 掐住叶双宁肉身的脖梗 死亡来临的感觉 是一种窒息的朦胧感 很难用具体的语言去形容 真的没有翻盘的机会了吗 可恶 星雨 抱歉 我不能陪你站到最后了 叶双宁的意识变得薄弱 她知道自己所有的反抗 都是徒劳 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 无法召唤中燕龙王的兽性 那就没有一丝翻盘的希望 生死攸关之际 一只炙热的龙肘 犹如锋刃 撕裂黑暗 叶双宁的灵魂恢复意识 她感受到特殊的力量 支撑着自己 龙之力 不 还有凤凰之力 龙族与凤凰族 都是独立的种族 两种血脉 虽然有很深的渊源 但玉兽是文明的历史上 从未出现龙族血脉 与凤凰血脉融合的血脉 黑池幽主的声音略显惊惊慌 因为这股力量的出现 在她意料之外 是谁 黑池幽主发怒质问 池水之上 万千龙爪撕裂黑暗 照进一束束滚烫的星光 一道曼妙恶挪的身影 挡在夜双宁的面前 她明明拥有美艳的狐媚之相 却散发着冷傲不屑的气质 雪白的肌肤 覆盖着黄金打造而成的龙铃 每一枚都透着晶莹剔透的流光 肩上披着一件白色凤与编织 而成的华丽长袍 裙摆脱地 犹如七彩凤尾随风游异 诡异的是 白金色的长发 犹如瀑布倾泻 其中冒出两只尖尖的狐狸耳朵 每一条狐尾的末端 竟然是龙爪的形状 戴戴戴戌 夜双宁看清她的脸后 陷入无以附加的震惊 超古幻神 破荒吞天狐 戴戴戌 这是她的全称 一直同时融合了龙与凤凰血脉的美女狐娘 也是肖心宇第一次打出的特殊王牌